欢迎大家和华沙玛神父语言学院 Institutian the Cov-e-men-ya-o-i-tsa-no-mala-mala-ka-svd-v-a-r-sha-ve 一起学习波兰语 今天我们来学习数格复数和宾格复数的第二部分 我们先看数格复数 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形容词、阳性名词、阴性和中性名词 我们先来看形容词 形容词的数格复数 结尾统一变成 比如新的 无论是阳性的诺维 阴性的诺维 还是中性的诺维 它们的数格复数都变成诺维 如果这个形容词的结尾是k-g 那么它们的数格复数 结尾变成小写的i 这样的ich 比如波兰的poliski poliska或者poliski 它们的数格复数都变成poliski 好了,我们再来看阳性名词 它的数格复数结尾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iglik 我们先看第一类 以Z一族或者是吃鸡柳的吃结尾的阳性名词 它们的数格复数结尾变成iglik 比如要是klucchi 它的数格复数变成klucchi 我们再来看第二类 以吃鸡柳的鸡柳和头上带一瓶的结尾的阳性名词 它们的数格复数 它们的数格复数结尾变成1 比如客人 Goschi的数格复数 Goschi 我们再来看第三类 除了Z一族 吃鸡柳和头上带一瓶的 其他的阳性名词的数格复数 结尾一般叫woof 比如猫cot变成cotoof 一些朋友会问这两个u 发音的区别在哪里 头上一瓶的发音是u 写成英文w的这一个 它发音的时候是上尺咬住下唇 它的一个擦音是u u u 大家仔细听一下 Walashawa和Walashawa 有一点不太一样 欢迎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 HoneyEa 把好的学习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再来看 阴性名词和中性名词的数格复数 结尾可以变成woo 也可以断尾 还有几个常见的特例 我们先看第一个情况 以um结尾的中性名词 它们的数格复数 结尾变成woo 比如中心centrum 它的数格复数变成centroof 除了以um结尾的以外 其他的阴性和中性名词的数格复数 一般是去掉尾巴 比如 咖啡 变成tuff 肉 minsor 变成mins 最后我们来看几个常见的特例 比如 道路 droga 的数格复数 druk 牛 klova 的数格复数 kloof 它们在断尾的同时 还把o 变成了u 还有一类 是为了方便发音 比如 shu kshangshka 它的数格复数 kshangshik 鸡蛋 yayka 它的数格复数 yayek 它们在后面加了一个a 让我们发音更加舒服一点 好了 这就是数格复数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 兵格复数 非男性名词 和修士他们的形容词的 兵格复数 和 组格复数 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第15个视频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男性名词 和修士男性名词的形容词 它们的兵格复数 和我们今天讲的 数格复数 是一样的 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倒回去 看一下前面的内容 感谢大家和华沙马神父语言学院 Institutian de Kof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